例如说是做一个目录 目录通常可以放在最前面 所以我觉得不是要在这边 应该是在成功的层这边 按一下inter键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去做 参考资料目录 然后自定目录 然后点确定 这边你看我是不是目录 就产生在这个地方了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因为我有正确的标题 然后我就可以快速产生目录 我现在不管游标在 落在什么地方 我都可以透过 这边有一个插入封面页 快速做完文件的第一页 插入封面页 那这边有很多种 你可以挑一种 就是说可能主管会比较接受的 比较正式一点的 例如说像这种 然后接下来把标题打进去 它一定是落在 我们所有文件的 一刚开始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文件 一刚开始的地方 才叫封面 而且假如说今天 我现在是不是又不是在封面了 我想要去修改这个封面页 插入封面 然后我们换一个 假设我现在换成这一种好了 我换成蓝色 整个面板都是蓝色 你看我的第一页 封面页永远只会有一页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还有快速制作封面页功能 记得封面页里面 你就再把那个文件标题打进去 接下来我还要再教你们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快速帮我把这个word的文件 整理变成简报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做什么事情 你例如说这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我要做一份 做一个 做一份简报 所以我就先把它贴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我到word的这边 我就把标题2 这个如何快速拟好简报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简报这边 你记不记得我刚刚开始跟你们讲 只要做三遍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的事情就不要再做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有没有更快速更简单做法呢 有 我现在教你 点这个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只要点一下它 然后等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等到大概七秒钟 大概它就做完了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看老师那平常是放在哪里 等一下 我要等 我要等它整个跑出来 你看在这边 它已经做完了 这个档我先关掉了 在这里 有看到吗 成功简报关键篇 刚刚这边是不是十个标题二 这个工作管理效率篇 两个标题二 有印象哦 它是不是都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那你可能会问说 老师那 握的那个图片 我想要直接放过来 那你是不是要把那个图片 设成标题几 内文字不传 内文字它不传过来 可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好 还有 如果你今天是用比较旧的 比较低阶的版本 它也没有这项功能 所谓没有这项功能 就是说图片可能就传不过来 你就只好复制贴上 好 所以 记住 这也是因为我们做好标题 那我想你现在一定很想要知道 这个功能到底在哪里啊 它放在档案 Word底下的档案 因为我是Word传送到PowerPoint的嘛 所以Word档案底下有个选项 选项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 这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 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然后呢 请你找 请你把这边命令切换到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本来它在功能区哦 然后现在把它变成隐藏版功能了 什么叫隐藏版 就是本来真的有 本来真的在插入 还是在编辑底下 有一个叫传送到PowerPoint 结果 现在它把它不列在基本功能标签里 所以它就叫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然后 你看这边有一堆哦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 你把这功能 这个 卷轴 拉到这个地方 拉到这个地方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对对就这一个 可以大概知道吗 然后把它插入新增进去 我这边已经新增好了啦 我已经新增好了 就这个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只有Word有这个功能哦 Word可以把标题文字快速传到PowerPoint的 PowerPoint的里面放的文字都是标题文字 没错吧 好 这是正常的正确的使用 好 那接下来 如果我们新增进去 像我这边我已经新增好了 直接点一下确定 OK 然后 请你 如果有兴趣的话 如何快速 10秒钟 快速把这个变成 例如说 很漂亮 很专业的简报 那是我另外一个课程了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现在做简报都有非常快速简单 然后假设你不是父亲美工毕业 或师大美术系毕业 你照样有可能有机会快速去产生好的简报 这边我就关掉了哦 因为那不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我先把这个档案我先存档起来 先存档起来 你们一定要学会这一招 我先把这个档案储存 我就关掉了